五星飯店大廚料理後 親自裝和 糖醋骨饒肉 份量不手軟 色香味俱全 飯店少了內用客 推出外帶餐盒 別以為價格高不可拍 港式三寶金醬肉絲飯 均一價180元 在家隔離也消費得起 每天幾乎銷量的會有近百個 那客群的話 主要是分布在中小企業 或是附近的住家的客人 或是樓上的房客 午餐時間 台中另一間五星飯店 也出現取餐燃潮 疫情洪峰來了 下週開始遠距教學 家長苦惱該吃什麼 崇愛孩子叫五星便當 港式蜜汁叉燒 油蔥雞腿鹹香入味 兩個月限時優惠 打九折一百九十八元 就是很划算 因為你一個便當不到兩百塊 然後重點它口味還滿好吃的 又新鮮 還有雲林四星飯店 外在餐盒子米飯加麻油雞腿 五種以上配料 只要外面一個雞腿便當的價錢 一百二十元吃星級菜色 一天號稱狂賣三百個 麻油比較熱 比較那個 五星雞飯店搶公宅時 想要來一點儀式感 也有奢華選擇 鐵板燒套餐 鮮嫩牛排 當季海鮮沙拉濃湯 一克要價九百元 疫情嚴峻除了平價便當 也把握高端消費族群 稍微彌補虧損 記者台中雲林綜合報導 到